彰化有许多古老寺庙都非常值得来造访 而其中开化寺身为彰化的第一座寺庙 又有着特别的历史地位 开化寺又称为观音亭 是清庸正年间由彰化第一任支县所兴建 这里有大型观音圣像 还有大正版大藏座 让信徒有心灵镇定的力量 比较特别的是这里供奉有斗公斗婆 传说为医治天花的神明 在古代给居民很大的安慰力量 此外这里有许多重要古文物 非常值得来细细观赏